其实我一直以来都用这个的 当做我的一个策略 其实就像台积电 我认为现在我持有的台积电是 上年叫一张不卖 下年叫同岛一命 横批叫等待2025年半导体大爆发 是2025不是2024 有些时候股价会走在基本面之前 那当然这个营运的大爆发会落在2025年 这是我们先前在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的观念 所以台积电的定调是如此的话 其实也反映在我个人的持股的变化上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公开的讲 这一两年我要买进10张的台积电 那今年刚好完成的最后一块拼图 那所以这张图是目前台积电的一个库存的一个明细 那目前是持有10张 然后平均的成本价大概落在494块 那以这个台积电在11月15号收盘价581元来看的话 那加13.7万元的鼓励 现在目前未实现的这个获利是97.3万 然后报酬率是19.6% 大家看这19.6%很多人可能想要获利了结 但对我来讲台积电19.6%叫做小菜一跌 因为我记得你在节目上分享过 你爆股票很有耐心 常常都是赚了五成一倍以上才会卖掉 那我直接问你 秀老师这次台积电你打算赚多少才要卖 台积电赚多少就还是要看它的整个利多实现的一个最终目标 那我认为整个全球半导体的产值会在2030年达到最高峰来到一兆美金 所以现在才在5100多亿美金 所以未来到2030年营收全球的半导体的产值还有一倍的成长的空间 那身为地表最强的半导体公司 你觉得当然不能说它股价也会涨一倍 但是它的营运跟股价的水涨船高 其实就可以值得期待的 那除此之外 其实最近激励台积电股价走深的啊 其实有两个重要的新闻 一个是它10月份营收创历史新高 没错 这就显示其实全世界很多人都需要台积电的先进制成 那第二个是来自于台积电提高了它的现金股力 每一季从原本的3块钱提高到3.5块 所以当时就激励台积电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涨 那如果啦一季台积电能够配3.5元 那大概一年大概就是14块 14块嘛 那燕丽你知道吗 我认为台积电啊 不该只有14块现金股力的水准 那你觉得应该配多少 我引用这个高盛 台积电的现金股力至少26块 高盛的意思是说是2024年配26块 其实就是2025年配啦 对2020 因为它是在今年的7月份 它喊出这样子的目标嘛 但是我看了一下 其实我觉得其实是有它的道理啦 因为毕竟其实我们看到台积电 它在2024年的营收会出现大幅上升的状况 然后资本支出 其实大概在明年的时候 也会开始出现滑落 所以营收上升 资本支出又下降的情况之下 会让台积电2024年的自由现金流量 会更加的充裕 那如果以70%的自由现金流量 回馈给股东的话 那2024年台积电该可以配的现金股力 可以来到26块 千万老师你相信这个数字吗 这个数字当然可以再去斟酌 但是我相信这个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背后的意思是台积电现在现金非常的多 那以它今年第三季来讲 它的现金高达1.2兆台币了 所以它未来的资本支出开始出现下降 然后营收能够持续上升 那基本上它未来的现金股力一定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期待的台积电啊 其实今年明年可能 一整年可能配14块的股力 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高点 它未来只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为什么呢 是因为台积电这几年已经完成了扩厂的动作 它已经使劲的吃奶的力气 拼命的扩厂 拼命的扩厂 扩厂完之后 接下来就开始等待营收的上升 让它的现金流开始上升 之后能够回馈给股东的金额当然就越来越高了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逻辑就是在于说 不见得明年一定会配26块 可是我们知道就像千万老师刚刚提醒大家 每一年 一年会比一年配的还要多 那当然对外资来说 你就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然后有成长的题材 而且重点是台积电现在去欧洲 去日本到处去扩厂 它的EPS它的获利一定会上来嘛 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期待一件事情 对那台积电现在的产品结构也蛮漂亮 它目前有两大产品结构 一个是手机 一个是高速运转 大概占它的营收合计起来 大概已经超过八成以上 那未来还有一块在车用电子 刚才燕利有提到说台积电到日本去设厂 到德国去设厂 为什么它要到这两个地方去设厂 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结合 日本本身是汽车大国 德国本身是汽车大国 未来可以帮助台积电 在车用电子这一块 长出一个比较肥沃的一只金基木 所以一旦这个车用电子 也能够长出来之后 那台积电的营运的结构 就会非常的健康 就比较不会再受到单一产品 比如说3C电子产品的销售不好 而出现营运太大的起伏了 果然是最喜欢台积电的分析师 好那大家还是希望了 清友老师来帮大家提点跟分享一下 那现在本益比比较低的半导体的股票 还有哪一些大家可以做部署 其实我们看到便宜这件事情 其实从财报分析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 一个叫做本益比 这个本益比其实就是采用它近世纪的EPS 跟它目前11月15号的股价来相比 本益比越低代表它的相对越便宜 那另外一个是从殖利率的角度 那这几年投资人很喜欢高殖利率的股票 但是我们现在在算殖利率的时候 已经不能再用它先前所公告的股利了 因为这个就是已过一切都新的 我们也要展望的是 接下来它明年能够配发多少 所以我们这个现金股利的预估 是采用的是它近世纪的EPS 然后乘上它近三年盈云的分配率 然后去预估它接下来可以配发的现金股利 然后在除以它11月15号的股价之后 然后算出哪一些的半导体公司 它的殖利率其实超过5%以上 然后本益比是落在13倍以下 那目前我们整理出这7家公司 包含了像2303的联电 它本益比是9.08倍 预估殖利率是6.7% 然后3413的金顶 本益比下不到10倍 然后殖利率达到5.3% 那5483的中美金 目前的本益比也大概在10.1倍左右 那殖利率也超过7% 那中美金的这个子公司环球金 6488它目前本益比是11倍 殖利率也在5%之上 那另外像6147的奇邦 这个做面板驱动IC的封测 它目前的本益比是在11.8倍 然后预估殖利率在5.6% 然后平安联永的殖利率 大概都超过5%之上 然后本益比都落在13.6倍之下 所以这以上的这7档 其实我认为是现阶段 投资人在寻找进可攻 退可守的半导体股的时候的 不错的选择 为什么说进可攻退可守呢 就是股价还不涨的时候没关系 我们来赚股利 对有殖利率护体 对然后股价整个半导体 开始出现大爆发的时候 那我相信这一些的半导体公司 它的营运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那毕竟它这些的本益比是相对 它的半导体公司来讲 是相对较具有物美价廉的条件 好其实这个表格也很重要 千万老师提点大家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在于说 我们这次的预估的殖利率 其实一定是一个滚动式调整的 一个殖利率 我们要看的是明后年的一个 成长的一个状况 然后第二个重点是在于说 这几档的股票呢 半导体的股票 它的本益比几乎都是落在 10倍11倍以下 相较于我们刚上一集提到的 IC设计动辄30倍到50倍的本益比 我觉得这几档股票 真的是物廉价美 你看这个3034 这个也是IC设计啊 本益比是多少 因为它前一阵子法说会的内容 让大家觉得确实 有一点点的失望 不过呢 明年总是有机会在 从政求风 没错 好所以我觉得这些相关的股票呢 就给观众朋友当作参考咯 喜欢刚刚分享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内容哦